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象棋世界 今天由我和谢大师为大家讲解2013年QQ游戏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第八轮的对局 对阵的双方是红方来自湖北武汉光谷地产象棋队的汪洋 黑方是来自河北金环刚构象棋队的陈冲大师 汪洋和陈冲都是我们80后的选手 现在80后棋手可以说是我们象棋界的主力军 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 而且好像都是各个队的主力 对 汪洋肯定大家都很熟悉 汪洋肯定是特机大师 是湖北队与红志可以说是双剑齐发 在象甲联赛中为湖北队是建功立业 这盘棋应该说走的还是很精彩 特别是到了残局 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海底捞月的 对 一个经典的沙发 对 沙发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这盘棋的进程 这盘棋是由仙人指路对足体炮 是由红方汪洋先行 这是一个最后红方炮二平五 这是一个典型的仙人指路对足体炮 红方还价中炮的一个成局 对 这个棋过去也有棋手曾经走过飞向的变化 甭管是向七进五还是向三进五 但是容易被对方还中炮与红方对抢先手 所以后来红方经过研究发展认为 还中炮应该是最有力的反击手段 获得优势的手段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炮对平风马的马炮争雄几百年 胜负未分 说明平风马对中炮的抗衡能力很强 那么它通过仙人指路诱使对方足体炮 就是打乱了平风马 对 再还中炮 现在黑方已经无法再布成平风马的抗衡局面 所以这也是有它的一个中心思想 不过你来窝网 现在就是说对这个布局 黑方也有一套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硬法 那么黑方就放弃了平风马的硬法 黑方的硬法 由于他如果挑正马防守的话 单马防中足的话 其实是防不住的 因为红方今后有七路快马 抢夺中足 异于获得优势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既然没法防守 那么干脆就放弃 反过来又是红方来打足 这样在速度上 黑方有可能通过追逐红炮 获得先手 对 其实李鹏说的很对 如果说我们想想看 如果这时候你马八进七的话 那么我就顺势的 他也可以先跳个马 当你出居的时候 我马八进七 这样的话 等于你足底炮控制不了我红方的左路 红方可以顺利的上去 红方先人指路就太满意了 对 所以现在大家都应向三进五 红方现在马二进三 他也不为所动 还是坚持他的出子原则 我是觉得时机不到 下一遍我们看看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就因为已经足底炮了 所以就开始对红方的左路 发起一个攻击 当然这个攻击好像也是一个威胁 不是特别大的 他也是求得一个布局的平衡 因为在中路上 红方是处于主动的 那么咱们都知道在红方中路进攻的时候 黑方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从侧翼反击 那么足底炮的特点 它就是瞄着红方的七路线 所以这招棋也是争得一个抗衡的机会 至少是你不能够马八进七了 逼着你要马八进七了 对 而且有可能是过河一个足 不过现在红方并不为所动 出局 这样足三级 抢先过足 黑方 马八进九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 就是有些观众觉得 有些业余的观众好像刚下棋的 觉得那我赶快把象飞进来 那这个棋的棋形就全乱了 还是不要着急 你马八进九 慢慢的把自己的阵形就跳好了 你看红方现在出了一步 一二三四 走了四步棋 而红方的其实只有一个飞象和一个 一个过河足 一个货河足实际上也不一定多稳健 还将来有可能会被弃回来 这个棋 红方的布局构思也是 就是又使你足连冲两步过河 今后他利用自己的子力出动快 利用巡河区把这足吃回来 这样的话 你本身带的两步棋就被他无形中消灭 如果黑方保这个足的话 那么你就可能会落很多的下手 所以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黑方就会慢慢的要他来想慢慢把这足气回去 但是又达到均衡 黑方这个时候是居酒级 这也是近几年 近十几年来就比较流行的一个变化 以往有走马二进四 然后马四进三看足的 但是出子速度过慢 那么这招棋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像大家都是先把这个居出来 人家说三步不出居 骑在家里输 就是凑齐 所以黑方还是要尽快的出子 现在红方是六近五 明显的是又是黑方 居酒平四到这边来 因为他现在打这兵的意思不是太大 因为打掉兵之后 黑方补市以后 可能遭到黑方两个马的追逐 有可能失先 你为了一个足 但是人家借机吃你的炮 就把马出来了 属于借力打力了 那么把这居隔在这一侧 也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他居酒平六的选择也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没有必要去阻止他过攻 那么红方现在十六近五 就又是黑方居酒平四 黑方过攻 过来 红方这个时候选择了炮打中足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可以多足的利益 其实红方这个环架中炮的话 就是为了得点实惠 就是炮五金四先打掉 之后好像也不太想让你马八进七借机来抢这个先手 所以顺便就把炮五平一 把这个 他是借助打将连打两足 而且是先手 他现在平炮打足是个先手 准备陈底炮 对黑方底线形成牵制 因为如果有底炮 今后这个炮再还架中路 那么黑方的这个事项 完全这叫天地炮 对 这个黑方是不能允许他 鞠炮一进三 把这个炮下到底下去的 所以黑方一定要马八进九 不允许他天地炮的攻势 可想而知 如果你下去的话 这边再还一个中炮 那么红方现在连得两兵之后 仍然获得了先手 还该红方刑骑 那么他就有比较好的机会 来完成他布局的计划 九二斤四 吃这个足 现在黑方面临的几个选择 就是是弃这个足 还是不弃 我们看一下 黑方有几种走法 实战当中 黑方是没有 是走的是足弃进一 实战中 黑方选择了足弃进一 弃掉这个足 我们看一看 如果他不弃这个足的情况 是怎么样 一个变化 是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个小圈套 有些人觉得 我为了保这个足 正好跟你对了鞠 这不是我这足就保住了吗 但实际上 红方是有一个小小的先手 有一小技巧 这个时候 红方正好借着炮八戒 打这个鞠 实际上当然是对鞠了 对 这是一个对鞠的技巧 但是借这个对鞠 能把炮挪过来 将来能够 他只有对掉 只有对掉 打过来 那么红方打过来之后 这边肯定是 红方先手可以出鞠 然后今后红方还有兵五进一或兵三进一把这足打掉的手段 对 而且你兵五进一以后下面这个红方的这个兵可比你这边离着这个中路威胁大多了 因为他这边有看见 这个兵者一被拿掉 那么红方的双马就显得非常的活跃 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集团进攻的一个姿态 对 而且明显的这个棋红方的阵型要比黑方 对 关键是速度快 要比黑方好看 速度快 所以这招鞠四进四 看似是想留这个兵 实际上是一个先中后的棋 那么现在黑方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为了逃 我逃这个兵 我保住这个兵的话 我能不能走足三进一 我们看一看 红方这个时候 要也有一个巧手 对 这招泡八进二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这边是闪出马路来吃足 还要以它暗藏着泡八瓶颈 这个要得子了 对 这要得子 泡八瓶颈以后 无论你电马还是电炮都要丢子 对 因为你要是电炮的话 我就马上就会把你吃掉 如果你电马的话 这个炮打过来 双炮在这边威胁 你要丢一个子 对 但是黑方当然也有它的硬法 对 这个炮八瓶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但是黑方又一步解霜的这种手段 两个危险 它一步就可以解掉 对 既逃掉了丢子的 又同时能够抛弃金色以后 看着这个 对 暗宝 看着这个 过河足 但是这个棋 好像红方还是有一个弃子的手段 红方通过研究 这个棋是可以吃掉的 如果你进炮打兵 威胁这个门弓杀 红方就弃子了 不像 然后打马 这时候 红方可以通过追逐这个黑炮 获得先手 捉炮 黑方 只有平炮 平炮 那么 居酒平六 这个棋 红方虽少一子 但是今后它有马三斤四的先手 这个炮今后的出路也不是太好 而且这个鞠现在看牵着它这个黑炮之后 黑方这边的马炮阵型很难调整 现在黑方好像很难走 对 这个鞠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位置抬 对 那就是说下面有没有一个什么变化呢 比如黑方现在比较好的硬法是什么 毕竟它得一个子 对 现在有很多下法 有什么秘乞进一或者是 没有 可能有这种下法 曾经出现了 因为你这还得留神 所以它有这种下法 现在就是打着这个子 打着这块 还有一个你只能变的话 底下还有一个将军 有居进二以后 红方 但是这个棋采的话 就是黑方的变化 反正容易出现一些被动的局面 就可以说这个棋 并不是说红方马上就赢 但是它因为通过棋子的话 它其实是占了一个优势 对 有优势 有先手 对 当然红方也都有自己的手段 如果没有手段的话 慢慢让对方扛过去的话 那也是有问题的 对 这个也是一个流行的布局 在全方赛中现在也有人走 也有人走 曾经有一度使用率还非常高 但是红方的胜率好像更高 刚开始红方胜率比较高 但后来黑方也找到一些办法 最后双方形成一个互有顾忌的局面 那现在还有 就是说这招跨八平七 这个红方这个弃子 还是有人在使用 还是有人在使用 因为还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选择 好 那就说其实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可以选择这个招法的 当然 当然要谨慎 对 要谨慎 还是要谨慎 好 现在实战当中 黑方并没有 红方 当吃这个病的时候 黑方并没有这么走 而是把这个足干脆弃掉 对 黑方选择足七进一 红方 居二平七 黑方借住 虽然弃掉这个足 但是黑方也获得了一些先手 进居桌炮 通过桌炮 把自己的右路 这个则给走合 好 炮一推二 黑方 马二进四 居九平八 居一平二 完了 冰七进一 当然 红方看着是有一招 马九进八 打居 实际上 黑方也有一招 马四进三 对 打这个 对 现在打意思不是太大 因为人家还可以平炮什么的 把你反着拴住 所以现在这个 黑方 黑方先打了 还是 黑方也不给你机会 就是跳马一打 红方只有 居七平二 把你躲开 好 那么到这个局面下 就是布局也告一段落 观众朋友们可以也自己去分析一下 这个局面 下面该黑方走棋 我们看一看黑方现在走什么 对 红方的威胁最大 那么这个棋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红方是多兵 然后仰仗着巡河线的拘炮 来封锁对方的攻击 马的进路都给封住 对 那么黑方 他虽然把过河族丢失了 但是丢失过河族的过程中 他也找到了很多先手的机会 把子力都已经活跃出来了 但是 这个棋 不管怎么样 红方还是有两个兵的实惠 对 所以我们看一看黑方现在 如果说你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作为的话 走到最后的残局 红方还是肯定会占有先手的 所以黑方现在就开始 黑方是先要把这炮躲开 对 红方有一个威胁 而且今后有机会打掉兵 也削弱他兵力的优势 多两个兵 那么红方现在肯定要补一招了 像七剑五 黑方 这时候再拒二进六 把它压下去 我们现在看一看 如果说黑方 红方不着急的话 就是有没有可能不让他拒进来的 红炮现在这个位置 也不适合去封锁 因为他现在没有好的位置 比如说大家都看了说 我这个抽居行不行 但是由于你现在的布阵炮的位置 他可能就可以直接出到镜 你对他的基本没有什么威胁 而且这个出镜反而可能隐隐约约 今后会给红方带来麻烦 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打着像 就是这样的话 白得一个像 白得一个像 他通过这种闪击 反而吃到你一个像 红方可能还是有问题 所以说这招就是说为了避免对方把你自己压住的话 自己反正去压别人可能放到落到后手 对 所以现在 这个红方选择的是向七进五 那么对方这时候就不客气了 这个肯定要过来 要过来压住对方 那么也保留着今后可能平均压马 那么现在红方不能让对方这样压过去 所以他选择的是对炮 看着是对方吃 实际上因为对了鞠以后 马回来正好能够看住这个炮 当然黑方这个鞠是不该轻易对掉的 因为对方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所以黑方压住红方 举拔减二 那么黑方现在对炮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 对 说了那没什么好处 因为他去找马上不来 然后刷掉 黑方浸泡打兵 现在就说黑方也得了一个实惠 而且对对方也是有一个压制 那么好 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红方 就是如何选择来扩大自己多兵的优势 大家可以看一看 欢迎回来 现在该红方走齐 现在红方怎么选择呢 红方选择的是 举二平七 举二平七实际上就是放对方的马上来了 对 它的另一个目的实际是让开炮路 今后待机还中炮 采取中路进攻 当然黑方是不允许他这样还中炮以后 这明显的 这个有问题的 所以红方呢 现在黑方呢 马三金四 他虽然说闪居准备让给炮让路 但是呢 同时呢 他也失去了居炮对巡核线的防御 所以说呢 黑方也趁机见缝插针 跃马过河 这个时候 红方选择是居七平六 如果说我还是走居七平八 就是准备炮一平五呢 这个意义现在不是太大 人家这边 他可以先跳个马叫沙 就马上就叫沙了 马上跳马叫沙 你这边就有问题了吧 他先给你中路摆上了 所以红方还是走居七平六 还是要制约一下他这个跳马 对 现在黑方这个马现在展示丢着呢 所以只能够退马对居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走了一步非常冷静的棋 是马九退七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如果说对调的话 红方很明显的居四平 马六退四以后 是吃着对方的居 那这个时候 对 那么你还得去躲居 他有可能蹦来蹦去的话 这个还是有问题 黑方的子力还是比较活跃的 当然说这招马九退七 马跑的这个位置也是挺怪的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在哪 大家往下看 黑方现在也别无选择 只有对调了 对调之后 我们会发现黑方的一路居会变得很尴尬 就很低 一个很低 一个它好像没有特别理想的去处 对车又不甘心 因为如果对居明显少兵 把人家马也给放活了 但如果不对 你看在这条线上基本没有点 往前进也没有一个良好的站位 所以汪洋的构思也是很巧妙的 这招马九退七一般的人想不出来 它把你的活距给对掉了 而且其实汪洋 我觉得最主要是自己还把试制起来 看着很难看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这个时候 红方把黑距等于是困住了 而且也给黑方一个错觉 什么错觉 黑方现在好像有一个可以占的便宜 就是马材柱兵 这好像是很容易出手的一招棋 但是你马踩中兵以后 会不会人家将来对了以后这招 如果现在你马踩中兵 因为这个关键是 红方这个马也不是好位置 对掉 你这么好的马对掉了 我何乐不为呢 它最关键的是什么 刚才咱们说过了 让开炮路 展开中路进攻 对 那么黑方这时候只有出架 不能出吧 走不了 刚才咱们说这退马 就是把这路权封住了 就是汪洋的计算也是很深远 这样的话不等着对方一施六退伍 他平开之后 他这时候还不是六退伍 他这时候再要杀 然后你出架 然后他这个时候退市 这招顿错的目的是 现在马上要将军出架 对 他为什么要顿这个错呢 他如果不走这个顿错 直接平的话 他是不是能回去呢 不是就是说直接我十六退伍的话 他可能跳马 如果他跳马 你再一出架 他马骑进舞 马骑进舞顶住了 这样你暂时没有手段 这样的话 我就如果说有了这个顿错以后 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你这个马来不及 差一步棋了 因为他你如果这时候跳马 他不是正面进攻 他是展开侧意进攻 打僵 带炮 如果这时候你跳马了 他底下打一架 打一架 上架 他一带炮 他这炮往回一缩 这麻烦了 不能够让他这样 只能赶快的 他一桌 又一跳 如果你走这个 他有一个巧招 有一马九 马九进八 这个杀旗 那么这个炮的后撤 你是拦不住的 如果你拦不住 这炮一回来 借马使炮 再加上鞠的配合攻杀 本来是只有一个一路的攻势 它变成了两路的攻势 中路和侧翼 它同时发难 也就是说这个旗 汪洋退马 从退马这招 他可能就已经 就想到了 对 就想到了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 他实际给黑方 也设一个小小的陷阱 就是说 诱使你马踩中兵 来诱使黑方 试到这 这个是汪洋 给对方设计的 一个小圈套 但是这个 还真是 观众朋友们 业余观众朋友们 是很容易上当的 这个棋 黑方也是下得很激进 他看到了 迅速把马投入战斗 而且向中路集结 避免你今后的这种手段 当然 这个棋 黑方实际上是不好看的 就是居低 在这两个马的位置 也是上不来 所以还是 而且一个炮 底下也没有攻势 而且还容易遭到攻击 所以下面 汪洋就开始了 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 对 下面汪洋 平居顶马 这个马没地去 只能够 对 马六推四 马六推四 汪洋现在非常稳健 因为他底线还是有漏洞的 他先视四进五 对 如果没有这招视四进五的话 你直接比如吃炮的话 将来人家一吃 最后你的马就要受攻击 你不敢跑 你一跑底线一将 你的老健身就先扶起来了 你的帅就要先上来了 那有风险 但是眼看着说 红方的马是受到攻击的 因为你上不来 我一捉你的话 不是正好你的马回地去了吗 实战中黑方也是来捉马 当然红方有一个蹲挫 这个招是不能实现的 对 鸡四推一 红方想的是 如果你交换的话 我鞠马炮兵种好 而且多兵 而且 对 你说的对 这个炮不能够随便就交换掉了 甚至你像鞠双马的话 实际上是短腿的 对 是这样 那么黑方 足气进一 足气进一 红方也得借机逃马 马七进八 那么黑方抢先将军 对是 黑方现在实战走的是马四进二 感觉上黑方可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形势 没错 实际 这个棋 黑方有一部马七进五的手段 因为在我们往下去演变的话 就会发现 马四进二的话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漏洞的 因为你的炮看着是有一个足弓是保着 可是当别人去顺这个足的时候 你的炮没有了保护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黑方对这个局势是肯定没有一个很好的估计的 刚才谢大师也说了 这个炮是有危险的 那么黑方可能就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形势 而忽略了炮的危险 其实我觉得陈冲 他是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攻势的 是 他可能认为我现在足过河了 马的位置也还可以 前面居对红方也有一些攻势 对 他想的是马四进二 将来我一吃你的话 我说借机就可以 对 还是想办法来围追你这个马 这个马确实是有点问题 对 那么实战中我们看一看 现在我们看实战 在最后我们再看看 回过头来看 还非方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 对 我们看一看马四进二 实战是马四进二 红方 一向三进一 一向三进一 这招出手了 那么这时候红方吃这个时候 黑方退居捉马 那么红方借助这个炮 马八进六腰队 对 实际上这个马没有问题 那么这么腰队以后 大家会发现这个服务 肯定是要丢了 丢完之后 这个炮已经是被圈死了 那么也就是说在刚才这招马四进二 和退居捉马配合 实际是过高的估计了 我们先看一看 最后实战中也是这么走的 这个情况是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下 观众就看到了 这个足是跑不到的 你这个马跳上来 也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对方一顶你 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要回到 往前导一下 回到黑方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马在这 这个黑马在这 那么实际上黑方现在有一个马七进五的机会 如果你兵五进一 黑方就强行把它吃掉 吃掉 这个是你是不敢打的 如果你打掉的话 他退居一吃兵先去后取 黑方刚才咱们摆的实战是马四进二 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形势 他也可能看到了马七进五 但是他可能想有更好的选择 在他的计算中可能也忽略了今后黑炮受攻的变化 那么其实际下到这 红方是不能打马的 如果打马 黑方退居捉炮是一个先气后取 这样黑方局面还是非常可观 那么失去了这个机会 黑方后面的局面就非常的危险 实战中 黑方走的是马四进二 马四进二 那么红方飞向 黑方捉马 那么红方借机对马 对完以后 红方就发现了 对 这黑方就发现了 这个炮实际上是逃不掉了 对 黑方捉炮 那么黑方一看炮已经死了 就采取了看有没有气质抢先的机会 停炮 充足 平均 黑方 咸没极劲 但是这个时候马不能轻易上去 因为你这边受攻 要回来想办法这个马要保 红方以下的防守非常的稳健 吃掉 退居 出去 红方平炮调整阵型 黑方回 红方这时候要保的中钉 对 退居 红方炮回 马上 嗯 黑方吃掉 红方过足 对 退马 不适 撑势 对居 嗯 以下我们看黑方是 红方是如何的入局 先吃掉 吃掉 过足 非常的稳健 嗯 看住他 四进三 嗯 完了之势 充足 一败 陈底居 将军 对 吃 完了是 白兵 正好入局了 杀 杀士 杀士一将 这个时候马三进五的话 马五进三 准备杀 这是一个事 那么黑方马七退六 马三进四 马五退六 一杀 退居 正好 形成一个海底捞月的经典杀法 很明显 现在黑方只能够堪 好 那么你再将 只能下去 再将 再一上来 泡尔平四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海底捞月 形成必胜局面 好 谢谢观众朋友 晚安 好 感谢谢思明和李鹏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细说楚河汉界 品味人间万象 各位旗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